好像是破底的那个防徐 说到这里的话 小五正好遇到了Forever 是的 这个应该是Forever的一波提速 对 这个节奏点Forever应该是拉得非常快的 所以说在小五的视野当中 他觉得就是 跑步位起来以鼻子 被打下来 放倒一个 再来 李白这个位置的话也被改到 能反打吗 先打了一个61 这个只打中一枪 但是后续还是跟上打到头部 是的 弥补了刚刚的枪 是的 二打二 现在而且现在DDT的话 五七七要赶紧拉到高兴的一个高兴的重点 他因为拉的位置本身出去太远了吗 这个手雷 出奇效 锁定豆子的位置 武器就直接开车贴到坡底 是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队友施压了 嗯 贴脸了 来 给你拉过来 高大地没问题 这边还能全就零换四 有惊无险 是的 这一波 这个就是老选手的经验问题 一圈的作战率成功率应该算是百分百吧 基本上没输过 嗯 哎呀 但是可惜 JFY在西边 然后看到了雪魔 是的 倒地了 把他给补了 JFY本来在西部上 是的 但是露出我这个意思 哎呦 可惜了 对方也是打头啊 是的 妹妹这边也很准啊 嗯 突然一下 现在就是爱奇变成了不是被前后包张的局势 是的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前面的那块长条房 就现在KRG就稍微的合一合收缩一下 是的 哦 天妈啊 这一波也是抓到一波机会啊 把林昌给直接击杀 哇 林昌在这个石头后面略显尴尬呀 因为车距太分散了 嗯 小云好好勇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算了吧 这也敢这样 我感觉他已经打开了 是的 就是他现在信心 爆增就是那种 嗯 而里面阿伟的山头也是找到坦克 因为坦克是原地一趴的 正好被两方的枪线给夹击掉了 放弃的 是的 毕竟坦克是一岛 哎呦 还是被捕了 还是被巨幅拿下的这个分数 呃 现场的叫声欢呼是因为好好 之前也是跟几个老队友对吧 嗯 特别激烈 是的 该爆弹还是得爆弹 因为现在阿伟脸上应该来的人的 对 主要他旁边还有一个DT 是的 呃 北一边是RBS跟I7 RBS是 在三圈是吃到一个比较阿伟的 现在其实攻的也没有特别的强烈 他亲手这里的 我又来一枪爆疼 正好一个小窗户啊 压枪是非常精准 有没有机会去劝道架 侧一路路想通过 把旧黑这个点拔掉 刚说完直接开拔 但是侧翼有买点的 双方直接来了一锅一换一 再给投注的一个互换 但是自己的位置也没锁定 起不了身被压起身了 倒架 风阳那边还有没有动静 主要是南边的话 还有一支队伍是天霸 是的 天霸四季而动 嗯 MCG一波刷屏也是处理掉的DT DT人也目前只剩下天地 一个毒狼在场上 没了 天霸是能够救人的 那其实这一波的话 也是慢慢在交战过程中 蚕死了悟空 悟空屁股们来人的 小鹿出枪 又可以放倒 这个信号也是给了天霸 但是小鹿别上头 赶紧回唱 小心留给天霸和悟空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去收割 天霸一吃到这个信息 也是所有的火力 再次集中 砸上悟空 是的 我但是欲于这个过点 连打两人 这两枪真的帅 那这样一来的话 富安姆士可以在这个位置 稍微的去收割一下残局 叉叉路赶紧打一下雪 换兄弟们上来扣 挺难 一颗雷掌到牙皮 再拉枪过来 但是这个人头是被原点小鹿K掉了 是的 大家都在狂K啊 猛K 这个赛季的数据 大家可以去 尝一尝 就皮克南 这个赛季的数据 真的是非常的顶 来了啊 皮克南 皮克南面对老冬家 出手会不会 特别 二眼跟了过来 我强顶强线 把小鹿补了 这 好气 那这个信号 双方这个情势 近代天霸已经是 已经踩到了高点上面 两边位置是军事 但是从人员上来看的话 天霸是更多一点 手雷攻击 第二将 七七炸倒 唐弟弟放到了永远 近点的人 尸首只剩两个圆点的 看啊 我的手雷了 天霸的站位还是比较密集的 很关键 但是没有出 没有 没有大出效果 反而是催积的手雷 是的 而另一边 RBS 一会很 啊 倒车入库 这也可以 哎呦 圆点还要吃子弹 我的天哪 车都被吓掉了 这是自己被淘汰的这个车 一拨一屁股给 滴滴滴坐死了 直接压过 而另一边菠菜 打到I7的侧 一下亨利打倒 呃 这个美拉湖出来的位置 是不再圈的 我从来给选手这个气势好像大家都好 是的 今天感觉很亢奋一样好亢奋 嗯 这咳了也出不去了呀 是啊 五千的篮球上还已经扛不动的 嗯 无奈能不能打一个背身捕了 这个背身应该是正好看着他打药吧 KRG没有 啊 这个是没有时间打药 那再好 KRG他不知道吗 他因为就算他打药 他不会在这个位置打药 是的 要么你趴着打药 他是蹲着一边走边打 不住 还有两颗雷和两颗火 三百颗手雷往低波去灌 这个位置确实比较好灌 雷再来 没 雷和枪的运用 队友补枪 啊 非常轻松啊 在解决这一步 没什么问题 能服吗 应该是可以 因为能服 JFY去进攻 KRG了 是的 再坡上去打架 想要抢高点 是JFY更快一点 一看那个头皮 哇 AKA菠菜 满车 还有吗 再来 没有 再来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 就是一丝丝血 然后救起来还是个满边 JFY已经拿到七个淘汰 是的 看能不能再过 MCG这一关了 而且他难不 不到点了 选了很好的黄区 而在东边啊 就是CPG跟JFY 又是在铲了 这是天霸要下山 没烟了吗 干拉 天霸是干拉 硬架 应该是烟雾不多了 你看他就两颗烟 他起了好像 就是对方脸上 三颗 林树也放倒一个 但是有点鼓掌难鸣啊 嗯 一个人不太好操作 去马路对面先架一个车 先踩点 林树用身体试探了原点的情况 想了一下 算了 算了 分也不给了 是的 这局就这样吧 JFY现在 通好 对吧 方便自己下一步动作 是的 哦 这两枪考虑很准啊 是吧 林树放倒了 咱们跟林树的距离也非常的远 这不要救吗 一个反鞋 根本看不到 那这样的话 放了JFY进圈 但是自己能够救队友 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是侧位CDG拉过来 他就打了 SMS 将选择是连打代步 这两人已经在开始干扰场上这种满边队伍了 感觉全场都要 那这T9一个人跑到北边去想去打NCG 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感觉还挺贪的 两边都想要 打了Summer一颗雷 直接补掉风和火 往后退了 因为正面SMS跟CDG已经有点接着 不是 CDG怎么左打右打呀 全是打到满边 这个CDG 这条烤鱼 这南边打了JFY不赶紧去把零度处理掉 哎呦可惜 烤鱼这个点他是顾及了头顶上的人 然后没顾及到烤鱼 就是这个timing 南边带亲人 北边我也得赶紧做事 一波压枪 但是这个手雷在脸上 赶紧规避掉 啊 长龙 这个没给队友抱点吗 有雷啊 长龙是人踩在脚下的 最后但是还好 SMS的位置 就有点难处理了 他在过程当中好像怎么 一发自然都没怎么吃到过 我的色役 你又是放到了阿童木 但是阿童木一个手练 把正面的人给解决掉了 看这个側面的G9很关键了 哎呦有点小马 他换了个圆 虽然说打了 但是队友的补枪很快 南博 只剩烤鱼了 烤鱼 扶起来一打三 一打四 人卡过来亲我 南博一个人在前面位 吃信息 跳了沙之后的话 扶起来是四打一啊 一打四啊 能穿吗 现在大家都在期待 看到了这个斜坡 应该是不给机会了 拉过来啊 有点像吗 没有 还是没办法 是的 是的 还能是不爱的 还是不爱的 你们快乐 能不能把 打一边 都带起来